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一週大事回顧的時候 大家要慶祝一下平安夜 喜君 你好 是呀 恭祝大家平安夜有口好吃 大家都有口好吃 大家看到我現在仲人在中山 其實我已經回到香港了 因為平安夜做節目很容易被老婆罵 所以我們先提早做節目 喜君 怎麼看呀 吃什麼呀 我不知道呀 我怎麼知道吃什麼呀 有得吃就吃 有得玩就玩 當然啦 豬扒有時候也不錯 但老婆絕對不是豬扒 我不想死了 差這一項 真是嚇死 為什麼特意要提豬扒呢 因為有一個盛產豬扒包的地方 慶祝我們聖誕呀 阿Sir 是啊 通關呀 梳打扒 終於可以即日來回啦 我們不是亂叫人吃豬扒的 因為豬扒包可以給大家吃過 這個當然啦 絕對啦 完全是呀 這件事呢 慶祝大家有豬扒包吃呢 要說一說 澳門新冠病毒的感染協調中心 因應病毒和防控政策的調整 在1月23日 即是星期五零晨 早上來的 調整由鄉島 彎彎 外國入境的 澳門特別 即是入澳門的防疫措施 入境是無需 落地的核酸測試 另外呢 澳門的健康碼 亦都不會預設為紅碼 入境第二天之外計劃 三天亦都不需要接受核酸測試 另外呢 其實澳門就在12月中開始 派在第二個階段的抗疫包 全澳門35個地方派抗疫包給市民免費 以備不時之需 都做了很多事 我們說回這個健康碼 首先呢 預設了是黃碼的 黃碼代表什麼呢 即是需要接受自我健康管理 自入境之後 連續五天 每天就要進行快測 然後上載上去澳門的健康碼 到了第五天 完成快測陰性之後 就會轉為綠碼 這次真是配合我們有豬扒包吃 真是快測 但是呢 還有鴨血 鴨血 什麼鴨血 什麼鴨血 即是有豬扒和有鴨血吃 OK 沒錯 對 我突然反應不過來 因為在找一個澳門的圖片 其實澳門通了其實是好事 大家知道我們國家裏面的時候 澳門呢 是最配合國策的了 是不是鴨血 對不對 鴨血 鴨血 網絡不佳啊 鴨血 好 不要緊 不要緊 又要講講 假設 假設下地快速測試 是洋了的話 哎呀 變成洋過了 那就變成熊馬了 那就需要 接受 感染者的居家隔離措施 好了 還有另外的注意 入境之後 可以在 是 彎彎 就是外國 但是呢 直接 入境 每天第九 零事 就 不能 經澳門 去 中央內地的地方 那麼 是 他在內地那裏 不能走 就可以了 就是不可以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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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A軍 過網絡不一般 現在OK嗎 A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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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的時候 澳門那裏 是 聽到 阿Sir 繼續 好 繼續 OK 好 阿Sir 繼續 是 現在繼續 可以嗎 可以嗎 喂 喂喂喂 繼續啦 阿Sir 是 聽到嗎 現在 好清楚 阿Sir 繼續 好 OK 那我們來啦 等我一會先 喂喂喂 OK 變 清楚 繼續 好 其實我們看到澳門通關 就給香港一個指示來的 因為澳門通道關 就是說內地現在就真的要 完完全全地走上這條路了 那其實除了澳門通關之外 還有小三通又來了 是不是 A軍 哎呀 哇 彎彎那裏小三通呢 真的是 都 幾乎 不過呢 小三通出來 又有些人要 A軍就先說一下 這樣 彎彎陸委會 農曆新年的交通專案 說些什麼呢 就是 這個小三通 那是給到呢 在彎彎的生活 和工作的金門 馬祖 地區的 這件事呢 到2月6號 實行的 其中呢 金門 往這個廈門的航班 每天就最多一班那麼多 那馬祖呢 就到了這個 往返 這個叫做福州 那麼 最多 會州 兩班 那其實呢 原來呢 不說也不知道 那目前呢 根據統計說 金門的大陸配偶呢 大概呢 都要有2400人 馬祖呢 都有500人 那也都呢 金門和馬祖呢 約了約 有差不多2000人呢 就在內地讀書 和工作 那樣的 這次開放呢 就單程 容量300人 雙向 600人 但是呢 很有趣喔 這次呢 小三通 主要都是船運而已 變了 都有一些 限制在 還有一件事呢 什麼 小三通 不能戴 有什麼不能戴 G呀 不戴G 什麼叫G 不能戴過去 對呀 是呀 因為呢 彎彎就說 哇 我們中央 有非洲G1 哎呀 不戴G 過 呀 哎呀 真是 G 又不要過了 真是脆弱 哈哈哈 那麼誇張 我還沒看到這些資料 OK 不要緊,做了這件事之後,有人很不缺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次,我們再細心聽一下 主要是給住和配偶回去,但是沒有包括台商 為什麼這次不包括台商?我也覺得很離譜 哎呀,就不知為什麼了,總之台商聽完之後,有沒有搞錯啊? 我覺得很奇怪,因為內地的疫情嚴重,所以不可以一次開放這麼多人回去 現在被人說他的做法... 對,這個是切香腸式,他說病毒不同,所以就是這樣 下個月就會恢復小三通,實施的時間就是在2023年的1月7日到2月6日 裡面就以金馬地區的居民,大陸的配偶 其實有分別嗎?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台商在裡面工作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一樣的 你金馬地區,其實說真的,這個小三通不完整 只是剛才一軍說了,是不是? 金門的陸籍配偶大約有2400多人 馬祖說有500多人 跟著下去呢,有2000人在大陸上工作 所以每一班的容量大概是300人左右 相對是600人 說這麼少你幹什麼呀? 究竟是不是傻了? 這是很奇怪的 是的,更何況呢,這個彎彎裡面 眾所周知,因為其實如果輪到爆疫 彎彎當然是真的 還有,如果說到疫苗平章,說到沒有? 我們中央的疫苗是世衛認可的 哇,你彎彎的低端疫苗 好像除了彎彎之外,沒有人騷擾你 喂,我們的疫苗平章 我是怕你比我們更嚴重 說真的,這是真心說的 嗯,沒錯,這是絕對是的 還有,你20萬名台商 台灣的幹部和台灣青年 現在最擔心的是買不到機票過年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情況 還有,你如果一加五口回到台灣 一加五口,大概需要五萬港幣 所以的時候,很厲害 你其實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想回到過年 為什麼我們國家現在要開始復常之路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因為大家都希望 開開心心地團聚過年 現在這個疫情是很嚴重的 雖然是,但是我覺得 評測已經做好了 如果你現在這樣搞的時候 其實是很嚴重的 會不會又是另一個抗中保台呢? 民進黨這件事 A君,你怎麼看? 哎呀,就不知道他 不過呢,這樣搞這個小三通 我恐慌到最後會變成通小三 不是,這個小三不是太通 真的 不是太通了吧,OK 不交通 唯一找小三再通 接下來下個星期 我們看到很多同內地的公共交通系統 開始就要上班了 先摸索一下 通關這件事 我們都知道是世在必行的 我相信一月頭到 就應該都是很明確的可以通道 你覺得是不是呢? 現在突然之間 就去得很快 一月頭通都很正老 是,沒錯 星期三都很暗 這個通關前準備已經解決了 唉,真是正 如果聖誕假期 但是通起上來就有很多新聞 有什麼新聞呢? 過來聽一下 就這樣 我們說了通關 固然有很多好處 但是內地有很多傳聞 嗯,這個不是傳聞來的 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過來聽一下 例如,首先講上海 內地最堅強的城市 上海的德制醫院近日就估計 就估計什麼呢? 傳市二千五百人 在下週末結束之前 二千八萬人 吃了字也沒事 傳市二千五百萬人 在下週末結束之前 即是今年年尾 你當是10月31日結束之前 就會有一半人會是染疫的 哇,這個也挺令人震驚的 醫務人員也警告 要準備迎戰這個嚴峻殘酷的疫情 上海德制醫院的官方微信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了 估計上海市已經 是有若莫 五百四十三萬個陽性的病例 到年底就一半這樣 還有呢 就是聖誕、元旦、春節 都會是比較難以平安這樣說的 甚至乎院方也都這樣說 面臨嚴峻殘酷的情況 大上海將會就淪陷 醫院全體員工、家人 以及住院病人都很難不欺負 將會就受到感染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選擇 就必須要團結應對 不可以逃避 阿常怎麼看 昌叔還有一招 昨天大家就知道 我們身邊的所有朋友 所有朋友 我們認識的 中招了 基本上高 九十幾個巴仙 你說呢 元宵之後 全上海市二千五百萬人口 有一半人確診 其實這個是估計來的 只是我覺得今次的傳播力這麼強 除非你自己有過人的免疫力 或者抵抗能力 如果不然 你就是會有中招的這個情況 基本上一定會發生的 還有呢 現在的工作情況 因為今天剛剛和朋友吃飯 他說中山醫院裡面的醫生 就要上班 如果你染了疫 但是沒有發燒 就直接要上班 因為那時候要照顧病人 那你現在就 就是其實 整個情況 內地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是預了的了 因為過去三年裡面 已經呼籲了很多次 說叫很多的人士 可以盡量好保護自己打疫苗 也都做了要做的工作 還有今次呢 我們見到 就是我今天出去喝茶 本來前兩天 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門口挪出 人就非常少的 但是今天出去的時候 坐爆了 就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大家就已經習慣了 起碼在中山的 我熟悉的範圍裡面 都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是如常這樣生活的 當然 上海和北京那裡 因為天氣寒冷 還有你中招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虛弱的 也會發燒 會不會這樣影響到 大家的病情相對來說 比較嚴重 或者發燒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朋友也告訴我 其實在北京的疫情 都將來嚴重 還有在清華北大 也有不少的教授 有很多庫民出現 這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還有做好防禦措施 因為疫情 其實雖然說是感冒 但是流感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生命 尤其是長期病患者 和年紀比較老邁的長輩 這些更加要好好地照顧 我們看到這個是展現出來的事實 雖然是無奈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 真的很難說 希望人人平安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A君交給你 剛才SIR看到 北大清華有很多庫民 離去的人的公告 有網友很有心地做搜索 我發現 11月10日到12月10日 即這一個月裏面 已經有18個退休和現職的員工 就是在清華那裏 是離去了的 北京大學 如果是由10月31日到12月5日 這36日就算起 都有15個退休教授離去 甚至乎原來 離去的人士之中 有些都是非常出名的 其中有一個包括了 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世界著名的力學科學家 是清華大學 航天航空學院工程力學系 黃克志院士 也包括了很多勁人 同時間12月11日 清華大學官方平台發布了一篇 名為 把守護好老同志的生命健康 作為當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的文章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回 這次的狀況都真的挺厲害 甚至乎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 也表示怎樣加強對老年人的 或者特殊所需要的人群的保護 已經成為了社會越來越關注的問題 甚至都說到 清華將做到對老同志的身體狀況 心中有數 對老同志的生活需要及時響應 也都依靠港大的私生同學 共同做好離職退休的職工的防疫防控 還有疾病的救治工作 也都堅清地說 我們是有信心守護好老同志 生命健康和有決心打贏清華校園 疫情的防控保衛戰 其實現在都真的去到 年輕人都說要積極參與保衛戰 都可以側面看到 其實內地都相當緊張 絕對會是 由於我們都希望長者 即是老一輩的前輩 其實真的身體健康 但是我們看到 在這段時間這麼多人離世 其實很難不和新冠 感染了新冠有關係的想法 是連在一起的 老實說 我也覺得 情況是非常嚴峻的 但是你放空防止 你不可能經常做一個動態清零 因為你必須要面對世界的整個變化 所以今次我希望 死亡或者離世的人數 就會比較少 我也相信大家真的要照顧自己 因為今次的病毒其實是空氣傳染 雖然是上幅度 但是大家因為年紀老邁 有時候 器官上高的保護能力 不是那麼強大 所以真的要小心 也看到 在北方那邊 今次的情況 離世的情況真的很嚴重 有朋友也跟我說了 其實他有很多住在北京的朋友 其實都已經不同了 只是不在 朋友的父母不在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可能他染疫 或者器官衰竭 這樣的情況 但是國家對於定的標準來說 跟西方不同 因為你的器官衰竭 就是器官衰竭離世 就未必是 就是把他放在新官的患者裡面的名單 所以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留意 希望大家就好好地 保護自己 保護身邊的老人家 這也是我 對所有朋友的忠告 就是為這些離世的老人家 我都覺得是 就是致意深切的慰問 還有真是心跳哀悼的 A君交給你 還有呢 最後呢 什麼政策都好 基於科學根據 如果科學上覺得 還可以繼續放鬆 那就繼續放鬆 如果科學上覺得 真的呢 可能過了 也都要做一些相應的adjustment 這樣 最後 A君又是寄語一樣 我們呢 國內呢 就盯得很實的 怕著呢 是有突變的 突變的 可以來自兩種 一種呢 就是 自己搞出來 病毒之間的交叉傳播 搞了新東西出來 另外呢 A君到現在呢 都是要 希望國內呢 看得很實 就是呢 外防輸入 一些呢 古靈精怪的病毒 明明外面搞出來的 都要說呢 是我們中央突變出來 那就變成了可以很狠毒的了 那個狠毒 是狠毒這兩個字 不是說它很狠毒啊 我沒有說老美很狠毒 嗯 其實都說了的了 那我又再一次證明了 其實對於香港來說呢 只有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 就沒有國內的 OK 那這個 我在內地做 很內致媒體了 那其實都會被提醒 多次 就是說 不要用國內 我們用回內地 那也都看到靖海猴 講了 我是很認同的 以後呢 我都會用中國內地 和中國香港 以正其名啊 就是這樣了 好 A君 先交給你 我們平時說中央和鄉道都可以 哈哈 其實他有個專有名詞的 就是我都強調一句 我 就是和內地的朋友 但是我正經的時候 就是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 吹水的時候就是中央和鄉道 沒錯 但是這個形成語言的習慣 我們要避油管啊 Sir 你放心吧 不用避的 這個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是沒有問題的 OK 行不行 OK 好 繼續繼續繼續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香港大概聊到這裏 羅冠希就走得掉 但是跟他一起的那班傢伙呢 就走不掉了 羅健熙啊 羅健熙啊 沒錯 羅健熙啊 不好意思我講錯名了 他的名字真的難記 只是民主黨現任的主席 那件事呢 其實是 其他人真的不幸 我只是覺得 那麼就2019年的時候 我也知道啦 理工大學外面呢 參與非法集結啦 其實的時候呢 另外四個人 早就在區域法院審訊後呢 羅健熙呢 就被裁定說 非法集結罪呢 就是沒有罪的 但是另外兩個人 另外四個人呢 就 因為這件事 而被判15到24個月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負會呢 哈 他是否負會 不知道 不過呢 我就想特別說回呢 法官的說法啦 嘩 真是值得抄低啊 那是怎樣呢 就說了 這個呢 年輕呢 就不是什麼呢 的 achievement來的 不是什麼成就來的 是一個過程來的 那被告們呢 萬目崇拜青春啊 那作為感邪的投射啊 是一種幾乎啊 近乎是這個戀同僻啊 的一些行為啊 是啊 年輕大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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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想想想 過程來的 我和你都年輕過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說自己可以 發殺 人放火 打橫走 那樣啊 想清楚啦 不完全是啦 這絕對是一個扭曲的正義啊 他還用了三個字形容 這三個字呢 暖 暖 好 你的目的是怎樣 法官已經說了 他的目的是用來傷害其他人啊 所以他的刑責呢 和非法集結呢 是相近的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知道呢 警方的律政司 對於羅健熙呢 提出場數 到時候看了怎樣 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那民主黨 就是我跟鳳Sir也談過 唉 真是 沒話好說 提了很多次 那你都要繼續去選羅健熙做主席了 那你就是想玩完啦 求人得人的 我相信會 是不是 A君 屬中無大將 好啦 衰了那班人呢 我是要開你們的名字了 陳聰義 七十歲 沒東西搞 七十歲都搞到這樣 好啦 譚浩明 二十二歲 沒東西搞 哎真是 沒東西搞人才會搞成這樣 好啦 跟著 莫德惠 三十八歲 誤人子弟小學男教師 還有呢 另外一件 啊 這件 就是鄧卓瑜 三十一歲 記者 就是剛才阿sir所說的 拿著攻擊性武器 我有理由相信 是想倒油的一條人渣 最後的 羅健熙 這件這樣的粉人呢 不知為何會脫掉啊 我希望啊 今次啊 律政那邊呢 就說要上訴了 希望能夠呢 將啊 犯罪的人士 承 不知於法啊 交回給阿sir 嗯 這個是的 那 香港和我們國家的事情就在這裡 不過還有一件事呢 是和我們中國有關的 那大家知道啦 是不是 那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那跟布林肯談電話啊 那呢 就說 喂你不要切香腸息啦 這樣玩的 那大家呢 在我們的好孩子節目裡面呢 就有聽到這件事了 那但是呢 我們 一周大事回顧嘛 這麼大件事 他說不要切香腸息 那我們也有跟大家講一講的 對不對 除了切香腸 還有說 喂 大家知道的啦 你不可以一邊談合作 一邊就捅我的大哥 拿把刀 你玩什麼呢 哈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這個不是合作來的 不是 這個不是 大家去溝通對話嘛 這個根本不是合理競爭 而是無理打壓 還有 喂 你以前的霸權手法 你可不可以放下它 骯髒骯髒的 直接這樣說啊 A君是不是 對了 黃毅呢 就相對比較文雅一點 那就說 不能夠一邊談合作 一邊就捅刀子 A君呢 就要用大家 非常熟悉的language 什麼去形容啊 就是 蕭騎騎方讀社 是不是啊 都得 都得 太多形容了 各位網友 如果你有什麼說法的話 就在你的直播留言區裡 就把你覺得的形容詞 最好的時候打下來 那我們就看看情況 我們誠意精稿 對 沒錯 蕭騎騎方讀社 一邊談合作 一邊捅刀子 好 繼續 A君 對 不可以切香槍這樣做 大家就定了紅線 這樣 還有 這些是無理打壓 中方堅決捍衛自身主權 以及安全的利益 叫大家 恢復對話 等等等等 阿Sir 嗯 沒錯 然後呢 他又說到 王毅 不會有一個特別的 有一個特別的 阿Sir先說 雙方的主管官員在浪訪會晤 是深入而且具建設性的 要加緊中美關係的指導原則磋商 有序地推進各層級各領域的對話 通過聯合的工作組去解決兩國之間的具體問題 而且呢 大家就有談過很多事情 包括有責任管理中美關係 還有 俄烏烏的衝突的憂慮 還有 最近的新冠疫情 布林肯說一些 覺得 你需要幫忙嗎 中國 不安好心 黑癡 再加上他們的A軍 繼續 好了 還有一件事A軍特別要提 就是 我們中方很強調 就是要搞清楚 彎彎這件事 就是 我們的通報 提到 就是 美方願意和中方探討 兩國關係指導原則 在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領域 開展合作 並且重新 老美繼續奉行 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彎彎毒辣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樣說 但美方好像沒有提過彎彎 有 有啊 他有提的 有啊 有提的也好些 反對台獨 反對台獨 我們還是重新 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彎彎毒 沒錯 是 這次有很多事情 但是 我們昨天已經覺得很清楚 無論如何都要再提 最後有一件事要提 好啊 哪件事 就是 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那件事 老美分分鐘 就是在玩東西 你先說一下你的情況 怎麼看 好了 就這樣 就是世貿組織的 這個 爭端解決機構的專家 裁定 老美 在這裡說一下 香島製造的產品 要標籤為中國製造 還說很差寸 我們無意撤回對香港產品來源地的標籤規定 你這麼差寸 你這麼差寸的 當然是 我們外交部 出聲 我們外交部 固然 外交部 主港公署 固然 對裁決 表示歡迎 同時歡迎 裁決 老美這麼差寸 那我就要兜口兜面地批評 你老美無視香港單獨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還將你老美國內的法律 凌隔國際規則和別國的法律之上 還企圖借著這件事 詆毀我們的一國兩制 強權政治和霸道邏輯 老美你經常說什麼國際規則 你那些國際規則 不是你 不是國際規則 是你自己說的國際規則 世貿都不同意你的 檢討一下 不要害人真 A君放一聲太智 放一聲太智 冷靜一點 只是我們做節目而已 不需要搞自己百月館 那倒是 不要學老美那麼壞 交給了 冷靜一點 放下聲線 大家聽起來舒服很多 好了 其實這件事是特朗普年代 當時做出來的 他簽署 終止香港特別地位的行政命令 這是單方面改變事實 的確是的 他說 用來結束香港有別於 中國大陸關稅待遇的地位 那他那個法令呢 在2020年9月呢 就在美國生效的 那你說你要有這些 這樣的法例修訂的時候 其實你經過世貿組織 其實是非常之應該的 那現在呢 你說要求香港製造 進口到美國的產品 應該標註成為 中國製造的規定 這個呢 世貿呢 就已經說 no的了 你是錯的 但是美國說什麼呢 他說的時候 因為國家安全的理由 所以的時候呢 就不可以用香港製造 用回中國製造 因為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世貿組織簽署 SIR SIR 他全句是這樣 SIR 好你請到 他說 是中央侵蝕著鄉島的民主和人權 那就威脅到老美國家安全利益高度關注的回應 第一 中央就沒有侵蝕過呢 我們的民主和人權 我們的人權是因為黑暴 而影響到 所以我們當外出的權益都沒有了 我們呢 就原本呢 就被那些西人呢 就滲透了下來 開始做一些 違反著我們鄉島 違反著我們中央的利益的事 這些不是民主 這些是為外國發言 為外國勢力做事 我們不要這些人 是優化著我們的民主 所以中央做法 是優化著我們的民主和人權 這一件事 我明白的 所以後面那句你說得對的 我們優化了之後就威脅到了 不過不是威脅到國家利益 是因為我們做得好 你感覺到威脅了 是冷靜一點 很清楚 不要這麼知道 不要這麼知道 不怕聲 加回阿Sir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好了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美國的霸權 營源是在做事的 你又要談 又要在我們 背後統一刀 又放毒蛇 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看得很透 老美這樣玩法 雙重標準 其實是無視於國際組織的裁決 因為老美自己覺得 我才是大哥 我才可以說 以規則為原則的辦事 以實力為目標去說話 以實力去說話 但是的時候 我去楊潔慈經 講得很清楚 你不要做教師爺 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 你也不用找我去談 你又要找我去談 又要在這裡玩 那你是不是有點思覺失調呢 如果思覺失調 就是我們說一句 有病就去看醫生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 今次 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 那個發言人叫霍奇 他發聲明 美國不打算因為這份報告 即是世貿的報告 而取消對標籤的要求 我們不會向世貿交出 我們對必要安全問題的判斷 或者決策權 這個就是大家知道了 即公然繼續違法 我們就很清楚地說了 老美 你不同意 就不要阿芝亞捉摩洛哥 我又給你60天時間上訴 誰知道現在又不上訴 不要阿芝亞捉摩洛哥 有料就踢人摩洛哥 在這裡吵 絕對是的 冷靜 因為我們說的時候 情緒太強烈的時候 觀眾聽起來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冷靜點 為觀眾著想 所以這次整個 社會的專家組 在10月21日發表一份報告 其實我是說得做得很好 老美違法 以後不用在國際上 選什麼國際組織 你任何事情 用國內法去決定就可以了 什麼都不用做 不行阿sir 我們就一定是 你等我再說 維護這個世貿的秩序 阿sir 繼續阿sir 不好意思 等我再說 其實呢 這樣就很簡單 你不就自己和自己做生意 自己玩自己幾好 是不是 你不要跟歐洲 歐洲 亞洲 非洲 任何世界 任何國家 你都不需要同學生意的 因為沒有人會騷擾你的 你自己的國內法 你喜歡怎樣養定 就怎樣養定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來的 既然任何仲裁 你只要你贏 你不可以輸 人家就一定要輸 不可以贏的 這樣對你來說才公平 那你自己單極化的玩法 你就算了 到你有一天 窮到什麼都不是 譬如好像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呢 就受到冷風的吹襲了 很多地方 氣溫就罩降30度 那這個呢 美國國家的氣象 那時候說 一世代一次的冬季風暴 那我老老實實說一句 老美的冬季風暴呢 是不會停的 如果他每一次都用這些方法 去面對世界的問題 任何的仲裁 你都覺得你必須要贏 你如果輸 你就覺得不公平 這些情況呢 老美再繼續這樣下去 我真的恭喜你 我想在我們這個世代裡面 我絕對會見到老美的分裂 不分裂都衰敗的了 那你說啦 你這麼愚蠢 有這麼多事情做起來 你不是破壞人家那麼簡單 而是你才會破壞自己 才會破壞人家 但是你想著 你要破壞人家 是為了一個主要目的的嘛 但是不好意思 你已經傷了自己了 搞到自己五爐七傷 七傷拳瓜的東西都蠻重的 你自己呢 搞到自己那麼傷 然後你說想去打人 你會變得很無力呢 你真的自己想一想 其實我們已經提過老美了 老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怎樣 就是說 你跟世界各國好好地做生意 表示出你是一個很寬雲的 一個國家 很有好善的國家 那你人才資金就自然會流向你那裡 認下低威 你經常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的威風的人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這麼說呢 最後一件事就奉勸回老美了 你可以不滿裁決的 你也可以不遵守 你離開世貿組織就可以了 走啊 去 世界不需要你啊 哈哈哈 世界不需要你啊 沒錯 好 接著我們要大概說一下扎蓮斯基 扎蓮斯基去了總議院裡 聊天了 但是麥卡錫就很不給面子 說對不起啊 我們沒有可能開一張空白支票給你 不是開空投資票 以前開空投資票我都很不滿的了 空白支票你想拿 你也傻的 想要F16 想要坦克 想要無人機 死神無人機 對不起怎麼給你啊 大哥 你不要在這裏發夢了 所以拜登就是這樣 送了一套愛國者給他 但是送了愛國者給他 有沒有用呢 是完全沒有用的啊 半年之後才會出啊 A君 其實這次扎蓮斯基去 有很多金句 我們都說了 就是昨天說了 沒錯 其實扎蓮斯基這樣去 A君依然保持我的觀點 這次有一個很重要的重演 什麼重演 就是走老重演 就是有人預計了俄羅賓 大反攻 一定自己招架不來 所以就去重演還是去老美啊 我也覺得是 這次去老美 其實對於烏丹丹的國內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吧 我們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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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為三軍的統帥 即是現在沒有三軍 只剩下六軍 海軍沒有了 空軍 沒有了 只剩下六軍 六軍還要剩下儀仗隊 還有很多都是僱傭兵 你拿到武器 我拿完武器之後 咦 武器值了一千萬美金 對不起 我先走了 拜拜 我是奧納走了 奧納走了 這就是情況 你說 對於扎尼斯基人來說 他是不是要先走老 你看看 老美也這麼冷 跌了30度 那你烏克蘭怎麼辦 阿Sir 我要問一問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天意要老美跌30度 去到零下40度 是嗎 過來看看 我終於明白了 就是適合 阿澤南司機搬過來 去住關這些溫度 還要沒有亂氣 是嗎 是呀 可以了 你立定心場 不要走 對你 又是剛才那句 嘶 烏克蘭不輸你 這個是很搞笑的 應該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是要走的了 我們看到當初的時候 就是越南戰爭的時候 當打輸了那一方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 始終又是落腳在美國那裡 中佬 任何人 你現在這樣的做法 包括拜登也說得很清楚 如果我提供一些重型武器 給你們的話 那不約會分裂 那我可不可以 這麼大的罪呢 當然不行 我跟大家說 就是說 當初 馬克勞 去到美國那裡 其實他不是輸了一場仗 他是想告訴全歐洲 老美信不過 信得過 豬乃都會想輸 所以這時候是要摸底的 我也說了 包括你夫人的書 送給拜登老婆 目的是什麼 就是收容你拜登 你老婆歐佬 說完 好 交給你 就是這樣 本書的老婆歐佬 他送給第一夫人 大哥 他不是送給拜登 本書 那你說 本書而已 我不是說第一夫人 你自己想多了 那我就想多了 好 繼續 交給你 所以 回到這裏 烏克蘭不需要你 絕對是 所以整件事是這樣的 還有 普京說想盡快結束戰爭 這件事是很大的新聞 怎麼結束呢 對呀 怎麼結束呢 打贏場上就結束了 大家明白吧 盡快倒閉了就行了 對呀 我也想盡快結束 和談 沒有必要 和談沒有必要 又盡快結束戰爭 就是告訴你 玩完 我希望在短期內 搞定它 還會等到春天 我就不太相信 對不對 所以 A君也是說 由冬至到立春期間 是絕對高危時間 嗯 沒錯 今天 差不多了 我們說了45分鐘 國際的事務真的很多 不過在節目最後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生 就盡早康復 希望他 出回來和大家見一下 有20天未見他 巨民 希望他 和今次疫情裏面的所有朋友 都保障好自己 不要掉以輕心 輕症的話 大家記得做好防禦措施 坊間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如果對你自己覺得武害的話 不妨嘗試一下 我只是這樣說 是不是有沒有效呢 我不敢說一定有效 或者一定沒有效 有很多民間的方 或者是大家覺得 這樣來說 我心理上會比較舒服 其實是沒有防禦的 對你自己的身體武害是最重要的 好嗎 好 我們今天 說一說一說 我們就由平安夜到聖誕節 是嗎 這麼快聖誕節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講完聖誕快樂 好 大家聖誕快樂 祝大家 開開心心過聖誕 接著很快就到 我們2023年 世界大變局 大家慢慢看一下 隨時和大家報道 還有記得 貼著大衛sir的頻道 和我們講理台的頻道 我們很需要你 沒錯 記得訂閱分享 點讚和留言 點讚很重要的 各位 感謝大家 經營頻道不易 如果盡可能 多謝Danny哥 幫了很多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盡量看完廣告 非常感恩 我會員頻道 逢星期日 會有些節目 會播出來給大家看 好 感謝大家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 拜拜